指揮队友走位 接到球后一个简单换手运球甩开防守者 轻松打板得分 这场由士林区公所主办的青少年三对三篮球赛 日前在士林国中热闹开打 优胜队伍将可获颁奖金和奖状 比赛分为男女两组 只要是士林北投两区的公司力国中青少年 都可以以校围单位报名参加 每场比赛时间五分钟 先拿11分的队伍获胜 选手们以球会友展现神社功夫 我们推三对三篮球 自行延续士林区体育会前面的传统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非常重视个人技巧 跟团队合作的活动 我们希望在这么好的场地 大家能够享受打球的乐趣 长期把运动当作一个习惯 来健身 来让自己有更好的人员 更好的团队默契 那也有更好的技术 篮球是年轻人普遍喜爱的运动 是令区公所希望借由办比赛 提供青少年正当休闲活动 鼓励强健身体 学习团队合作精神 进而提升运动的乐趣 凯破大台北输卫新闻 刘祥廷采访报导 还是应该来说的 帮助 汇轻人资本